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斯伯金,一,日北上,于子夫,新北市长朱立伦一起参观新北市的运动中心,Yobike与果菜市场等建设,朱立伦您走边介绍,尤其在参观板桥运动中心时,市府团队相当自豪在朱立伦任期内,年底将完成第十三座运动中心。 朱立伦说,参访的经验,有助未来高斯伯当选后推动市政,一行人先到板桥国民运动中心参观,是逢周六上午,运动人潮相当多,各个空间都充分利用,包括羽球场,篮球场,社区教室,游泳池等。 朱立伦提到早上8点到10点是工艺时段,吸引很多长辈利用这段时间运动,还有许多全家一起来运动的民众,随后养人在运动中心外租借Yobike,一行人骑单车前往约一公里外的板桥果菜市场。 朱立伦沿途介绍,抵达果菜市场后,听取介绍简报,参观冷冻设施,有机蔬菜拍卖等。 高斯伯说,新北市在八年内即将完成第十三座运动中心,台南只有一所,且还在改。 台南有Yobike,但不弱于Bike普及,台南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,它要移植新北市成功的经验,造福台南市民,而不是输出失败的经验祸害全国。 对于果菜市场的参观印象,高斯伯说,对南部生产的有很大的注意,一旦产地丰收或灾害,都需要由北部消费的地购买,果菜市场的调节,让农民可以有稳定的生产与收入,而不只是抗天吃饭。